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知道 礼拜六来上课有一种很凄凉的感觉 真的 所以 除非到非常不得已的情况 都比较 礼拜的三个 好 随时段下课 上次讲到木材的形成问题 木门植入 哪一些会有木门植入 双子叶有木门 裸子植入 几乎都是木门 然後單子葉也可以有木門 那木門當中基本上雙子葉或樓子植物 基本上木材的組成主要是木植部的累積 因為尾管處形成層在它所在的位置 向內分裂可以累積木植部的細胞 向外分裂可以形成韌鼻部 那韌鼻部我上次應該有提到 韌鼻部比較倒楣 因為第一個它細胞幣比較薄在 它在尾管處形成層的外面 所以當整個筋的直徑在擴大的過程當中 韌鼻部的細胞一般比較不會有明顯的堆積效果 所以這個樹皮 還記得像那個樹皮嗎 樹皮包括幾個層次 樹皮的最裡面的一層就是韌鼻部對不對 所以樹皮一般來說的話 它的厚度伴隨著木本植物的生長過程 其實不會有太明顯的增厚 可是木材本身卻可以很明顯的隨著年齡的增長 所以一般我們所談的這個木材基本上就是木質木 那接下來那假設我們講說氣候條件有一些變化 就是在一年當中 如果它的季節的變化落差比較大 包括氣溫包括降雨量 那這個時候就比較可能可以形成年輪 而年輪的功能呢 第一個當然它可以記錄年齡 那再來也許在某一年的年輪當中 會留下大氣當中的特定的成分 或者是土壤當中 來自於土壤當中的特定的成分 所以如果去做一些化學分析的話 也許也可以反映出 那種氣候的條件 或者是土壤的條件變化 這樣可以嗎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談到上次談的 那搞不好它會記錄那個森林的歷史 對不對 在這森林裡面也許因為那個火燒 一般都是火燒或者是火災 森林大火的關係 那如果有一些樹木曾經有獸山 然後後來就復原了 也許這些歷史就記錄在這個年輪當中 所以這些基本上都是木材 除了我們可以拿來做這樣的應用 對不對 木材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倫理產物 那你可以做一些加工的應用 但事實上就生產系來說的話 事實上它是有它的另外一種價值在的 好那所以接下來在年輪我們看局部放大來說的話 因為尾管樹形層層的位置是在靠邊緣 那它分裂產生新的木質部的細胞 一定靠它最近 所以上面是外側 下面是金的核心 中間的附近對不對 好所以以這張圖來說 它放大的上面是外 下面是內 那越是上面的話 應該是離尾管樹形層層越近 好所以越上面的細胞 離尾管樹形層層比較近 上面的細胞應該比較新 那下面的木質部細胞就比較久 就比較早形成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針對某一年的年輪來看的話 好某一年的年輪來看的話 這個厚度從這條深色的線到這個 這個細胞顏色相對比較大比較淺這個地方 這個是一年的年輪 那通常在年初的期間 溫度降雨量條件應該都比較理想 所以生長條件比較好的情況之下 所產生的木質部細胞都會比較大 那因為細胞比較大 所以相同面積範圍裡面 因為細胞大大的中間空空的 因為木質部成熟之後 主要都是死細胞 所以這時候呢 你會覺得這個區域的顏色看起來比較淺 我們就把這個時期 年初生長的木質部所形成的木材 就把它叫早材 那上次好像有提到 那有一些資料 他們想要去凸顯氣候的特質 所以也可以把它稱為叫做春材 好 到了過了夏天之後 可能因為溫度的逐漸的下降 然後降雨量相對比較不足的關係 木質部在這個從那個什麼 微管束形成成分裂出來之後 細胞的發育可能會比較適緩 所以細胞逐漸的就變小 對不對 一直到冬天的時候呢 發育幾乎呈現停滯的這個狀態 所以這段期間裡面細胞小小的 在單位面積 假設我們畫兩個相同的面積的話呢 這邊細胞比較小 所以感覺堆起來比較密 所以我就把這個年中年尾所形成的這個木材 來稱為叫晚材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叫秋材 那有一些 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環境基本上呢 是進入秋季之後 才是它生長時緩的季節 有一些地方它不是喔 有一些地方是它夏天的時候 因為太熱就長不好 你看 所以有些木材如果機會比較少 如果你有看到它的晚材是夏材 那就表示它夏季其實也不是一個很好的生長季節 細胞因為太熱的關係 它已經開始生長進入時緩了 所以你看從這個發育良好到發育時緩 對不對 然後到冬天假設幾乎呈現停滯狀態 隔年再來一次 所以你那個年輪千萬不要認錯層次 因為有人會這樣子認喔 就是從這裡 然後算到這裡 有 我們現在是局部放大 當你用肉圓直接去看的時候 假設一個年輪那個厚度不是很厚的話 很多人會認錯 所以一個年輪包括了早材加晚材 這樣 好 那再用一個比較粗曠的方式來看的話 假設這棵樹的年紀夠大的話 我們發現 木質部的細胞不會永遠都有運輸功能 所以 逐漸喪失水分的那些木質部 它的顏色會逐漸的變深 因為水分會稀釋掉顏色 好 所以 離尾管樹形成成越遠的木質部 當然就是整個木材的中心這個部位 好 因為它逐漸的喪失 運輸水分的功能 含水量降低 反倒是顏色就變得比較深 因為細胞畢的成分的關係 好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 已經 看起來 應該已經喪失水分的 這個區域的木質部 或者是木材 就叫做心材 我上次一開始給你們看的那個 相思樹性就很明顯 心材顏色非常深 靠近那個尾管樹形成成 這個附近的木質部的細胞 就比較年輕 然後 含水量比較充足 所以 水分稀釋掉淡化的那個顏色 好 這個我們就把它叫邊材 所以一般我們的看法是 應該 邊材是 還能夠維持運輸功能的 木材範圍 或木質部範圍 那心材的話呢 它應該已經喪失 那個 運輸水分的功能 好 所以有一些植物呢 接下來麻煩來了 萬一這顆植物一漲幾百年 甚至於是上千年 那就表示它這些心材 要放這麼久的時間 會不會有問題在 所以有一些植物呢 它就會在這個範圍裡面 開始替換掉一個很重要的成分 水分是變少 但是它會加一些東西進來 就是精油 OK 利用精油來防腐 有沒有 所以精油對植物來說 它是一個防禦性的這個構造 所以那個髒腦 髒腦 有沒有 為什麼要把那個整個髒樹的樹幹 有沒有 先去下來切成塊 然後接下來 再去用那個高熱的方法 把髒腦先烘出來 然後再凝結 有沒有 所以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取得 那個精油的成分 這樣 好 那這邊 有沒有什麼問題 木本就到這邊 雙子葉的草本木本 所以 不管是草本還是木本 記得一開始的時候 它是 維管速度環狀排列的方式 木本要經過改造的過程 所以它從年輕到成熟的枝條 枝條從年輕到成熟的階段裡面 它會從維管數是點的分布 變成是線的分布 它會連連看 然後一起可能多個同性園 這樣子 好 所以接下來 單子葉基本上呢 我們直接先看這個圖 比較熟悉的 三生 對不對 排列上看起來好像沒什麼規則性 可是嚴格來說 所謂的沒有規則性 只是因為它沒有把維管數放在同一個圈圈上面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去找一個圖 手上有圓規的話 你再用圓規 想辦法找到最接近的中心點的地方 然後你去多畫幾個圓 你會發現 其實它的維管數 其實是分布在很多個同性園上面 大部分都可以落在那些園上面 所以它是多層次的排列 變格還是這樣子 那真的沒有規則性嗎 你再仔細看這樣的分布 你真的看不出的那種感覺 其實它有一點 好像 邊緣密度會比較高 靠中間這個附近 密度會比較低 有沒有 所以有規則性的 你去畫同性圓就可以看得出來 再來第二個 它的密度的分布 邊緣區 維管數密度比較高 中間會比較大 那整個筋的橫切構造當中 因為它不太容易看出像雙子葉 或甚至於是螺子植物那種層次性 但是部位還是可以大概區分一下 最外表面應該還是保護構造 表皮 那你把圍管數放好之後 剩下這些空氣呢 又來了基本組織 因為圍管數形成層 圍管數形成層的存在 給了我們一個很方便 或者圍管數的存在也可以 拿雙子葉來看的話 這是一個大致的橫切的輪廓 對不對 然後表皮進來之後 皮層 對不對 圍管數以外 表皮之間這個空氣 假設我要塞滿它 我就用薄壁細胞形成了皮層 圍管數往周圍一放 中間又留下一個空氣 所以這個地方 假設先不考慮木材木本食物的問題的話 一開始它就是放薄壁細胞形成的水 皮層跟水都是用薄壁細胞 OK 木本植入後來木材會取代 水這個地方的薄壁細胞 然後呢 變成中間主要的支撐力量的能源 旁邊的皮層還是會在 所以所謂的皮層跟水 那是部位 對不對 我們回歸到一個比較基本的 細胞這個地方 到底用門哪一種形態 甚至於是哪一種功能的細胞 就是薄壁細胞 你看 那薄壁細胞基本上呢 你任何時候 你都可以直接往兩個方向去拆 這個地方 能不能接觸到光 能夠接觸到光的薄壁細胞 它就是行光的作用的 不能接觸到光的薄壁細胞 它就是幫忙儲存存 OK 光這兩個排除掉之後 剩下的其他的 還有一些特殊的功能 比如說分泌 有沒有被那個組織 植入那個葉片枝條折斷之後 然後產生那個組織黏黏的 然後沾到衣服之類的 那個也是薄壁細胞分泌 所以從基本面兩份的處理 就馬上就幹掉兩個最重要的 行光的作用 或者是儲存兩份 好 所以我現在 從單瓷葉的橫切來看的話 外面表皮 尾管處放好之後 這地方勢必會留在很多的空隙 這邊有沒有 大大的細胞壁薄薄的 這些全部都是薄壁細胞 可是因為你現在沒有的 尾管處形成層 這個方便的參考位置 你看喔 尾管處形成層以外的部分 叫皮層 尾管處形成層以內的薄壁細胞 叫水 因為它會在中間 還記得單瓷葉跟 那個中柱 有沒有 單瓷葉跟中柱 單瓷葉跟中柱 不是它是把木質布真皮布往周邊一放 中間是不是又出現水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這個名稱的使用的原則 其實是差不多的 所以這個地方麻煩來了 當你尾管處形成層以外的時候 你就沒有一個參考點 所以就不分內外了 就不分內外 所以通通都叫做基本組織 這個名詞夠不負責任 但是很好記 所以單瓷葉是不分皮層跟水的 因為沒有參考點 你分那個就沒有意義 好 所以這個是單瓷葉植入金的 橫切的可能情況之一 接下來 這裡面還有一個規則性 課本是把比較 好像上面的某一個 尾管數據布放大 你先瞄著看 然後接下來我先切到下一張圖 另外一種 很有可能會出現在單瓷葉金的 橫切是這樣子 中間是空的 有沒有聯想到哪一組 這算還蠻明顯的 單瓷葉然後中間是空的 竹枝啊 你們是聯想到什麼 聯想到什麼 還有有沒有折過芒草 有一些芒草折斷之後它的金中間是空的 芒草折斷 所以折完之後 知不知道有一種天然吸管 就是用芒草精 那你頭也把它切齊 對不對 保證純天然 基本上不會造成毒染的東西 所以可以考慮用這個 因為前陣子看到網路上一個 那個分享的影片很驚悚 你們看到嗎 就是海龜 鼻孔插著一根吸管 每次都去問一下同學一下 那吸管插到鼻孔裡面插得很深 然後用那個鉗子 然後夾不出來 然後已經 應該已經插到那邊那個 腦部的組織附近的 他們堅得老半天抽不出來 就要抽出來說 是一個怒藏的習慣 那樣子 你幹嘛 所以還是少知道一點 好 這個等一下再來講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可能性 那為什麼要這個樣子 先買一個伏筆 所以回到這個圖 你們看這個 所以在看似沒有規則性當中 金的橫切裡面 當我們在雙子葉 要去交代更細的性 細節的時候 粗略的層次嘛 表皮皮層 尾管樹 尾管樹這個地方 會有尾管樹形成層穿越 裡面是水 等到你要交代這個地方的細節的時候 尾管樹總共包含兩個部位 對不對 牧子部在哪裡 牧子部在靠內側 而任皮部在靠外側 那他們兩個是鄰居 正常情況就是要一起出現 而且要並存 那單子葉顯然的應該也有這樣的需求 所以我講說 如果碰到尾管樹裡面 你要任牧子部跟任皮部 先找誰 先找牧子部 牧子部好找的原因是在於 它的細胞會比較大 而它的細胞病會比較厚 所以那個線條比較清晰 你看 所以這整個尾管樹放大 因為它是放大這個上面的 按課本上來說 它應該有一個箭頭 對不對 課本上它是放大比較上半部這邊的尾管樹 那這個是金的橫切的中心點附近 對不對 好所以放大的時候呢 這個地方是牧子部 那它的鄰居這個地方看起來細胞比較小 細胞病比較厚 這個區域就是任皮部 所以按照這個相對位置來說的話 有沒有發現 單子葉 牧子部跟任皮部的安排也是 牧子部靠內側 任皮部靠外側 你可以找相反方向喔 但是那個圖 課本上那個圖 不知道會不會比較清晰 這張圖的模糊度比較高一點 你找下面 你去看下面的這一些尾管樹 它那些大型的細胞會在上方 小的細胞 比較顏色 蛋的細胞是在下面 你看齁 所以 約略找一個參考的核心的話 所有的這些尾管樹 也是牧子部偏內側 跟領部偏外側 所以這個規則性在金和根都是一樣的 這樣OK齁 好 那時候還有一個尾管樹上面的問題 很多植入的尾管樹當中的任皮部 因為任皮部它的細胞比較薄 比較小 支撐力比較不足 所以常常會在這些負責運輸的任皮部細胞的旁邊 會出現纖維用來加強支撐力 這一堆就是任皮部的纖維 然後單子葉 那時候有講過 有時候不見得是只有任皮部去做這種支撐力的強化 連木質部也有可能單子葉非常常出現 有沒有看到這一堆 這一堆就是木質部纖維 單子葉它整體的支撐力相對比較不足 因為它的木本尤其是木本 它沒有辦法像那個雙子葉的木本一樣 可以累積木材 這樣的一個很好的支撐力 所以呢 它的尾管樹呢 常常是任皮部這邊有纖維 木質部也有纖維 而且這個植入 你仔細看它的纖維已經做到什麼程度了 這旁邊通通都是纖維 這個是纖維 這個是纖維 這個也是纖維 這個單子葉植入的纖維 已經乾脆呢 把整個尾管樹包圍起來 所以它是以整個尾管樹去做強化 你看 竹子多高 你去西頭的話 看那個夢中竹 起碼也有兩成頭左右的高度嘛 對不對 那竹子是單子葉喔 所以 利用這樣的強化方式 那你先看芒草 因為我們看到芒草的高度 基本上也不來 只起碼一個很高 一個沒什麼太大問題 對不對 好 所以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利用這種強化方式 對於它的支撐力 是有非常大的幫助 這樣 OK齁 好 那有沒有看到 有一條淡淡的線條 從它們兩者之間穿過 然後再回到這張圖 有沒有看到 在品頂表椅子內 有任何 顏色淺淺淡淡的線條 剛好畫一個圈圈 所以保證不會有 圍管樹形的成 單子葉沒有圍管樹形成成的存在 對不對 所以這下子 有點麻煩了 如果這個單子葉植物 它想要長大一點 那它的筋應該就要長粗一點 對不對 好 所以沒有圍管樹形成成的情況之下 顯然的 想要刻意增加細胞樹木 來累積那個筋的直徑 應該是有一點困難 所以你看那個 我們講說那個是鋁仁膠 那你看大王椰子 以大王椰子的筋 大概這麼粗 你至少不認識植物 也有一點概念 很多木本植物 恐怕它的筋要長到這麼粗 還不見得很容易 而大王椰子的筋 可以到這麼粗 而它是單子葉植物 對不對 所以解決的辦法 可以朝兩個方向 比如說 假設這是一個基本的細胞的大小 單子葉有一種處理方式是 它就把這個 一般的植物細胞的大小 因為它沒有辦法增加細胞樹木 所以朝另外一種改良方法 來想辦法 讓這個植物體變得很壯碩 就是把每一個小細胞 搞成很大一個細胞 不用這種放大效果 來增加植物體的提醒 所以有機會 如果你看到大王椰子 那很明顯 如果有把大王椰子鋸掉的那一天的時候 你去看一下那個 切掉的橫切面 用手去摸 也會摸到非常粗糙的 那個纖維的質感 那個就是 那個細胞放大的 那種大型細胞 可以找到的那個粗糙面 你看 所以這是一個方法 那另外一個方法呢 就是這招 因為它現在沒有辦法形成新的細胞 所以在細胞樹木有限的情況之下 你又想要讓這個植物的精長得比較粗壯 所以它就把所有的細胞往邊緣一放 放棄的中間 你看齁 所以 我有限的細胞 如果你堆的很紮實 它的直徑 它的直徑就會比較小 對不對 所以 我把這邊的細胞 全部都往外推 所以推到邊邊之後呢 這時候 我就可以去塑造出一個比較大的外徑 但是必須要犧牲中間 所以竹子咧 你看齁 竹子就是用這種策略 很多芒草也沒有這種特質 你看齁 那 當他們也是單子葉 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呢 就會營造出一個 好像 尾管樹有環狀排列的特質 但其實是因為它空間有限 所以所有尾管樹 全部都擠在一堆了 所以大約也是在差不多一個圈圈上面 但事實上還是三層 還是三層 再來 因為所有細胞往外推 中間留下這個空隙叫什麼 多了這個字 隨腔 隨腔 因為這個地方是位在整個 金的橫切的中間的位置 但是它是空隙 所以 那個跟一般的水的概念不一樣 你看 單子葉根的水 那邊是有細胞的 對不對 雙子葉的金 那個水 那邊也是堆細胞的 這地方呢 是空隙 所以要記得加這個字 這樣 會在核心的空腔 所以叫水腔 這樣 好 所以層次上就 好 層次上是這樣子 所以 沒有尾管樹形成層 確實是它一個生長上 比較大的限制的問題 但是它還是找到解決的辦法 好 所以 目指部跟皮部相對的位置 這也是很重要 然後 基本組織 搞定了所有補兵細胞 所以這樣還蠻簡單的 好 所以接下來 從外型上面來說的話呢 金有很多的型態上的改變 當我講過金根根 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差異性特徵 就是 結 只有金才有結 所以呢 那一個 一般 這個蛇莓 它就像一個迷你 迷你的草莓 因為它那個植物體比較小 然後它結出來的草莓這麼大顆 如果你們在那個山區的路邊 呃 有一點感覺有點潮濕狀態的話 你們可以找找看 就有一顆好像發育不良的草莓 然後結出來的草莓 這這麼大顆 你可以吃吃看 可以吃不會動 但一不甜 二沒什麼水 就是 就是 不會去想吃這種草莓 但你可以吃吃 不用它動 不知道為什麼叫蛇莓 這個名字有點怪怪的 確定可以吃吃它 那 草莓基本上它的植物體 在一定的成熟之後呢 它就會開始形成糊糊菌 做無性環質 這是一個最快拓展 植物體的這個方式 看看 所以它這個地方 每次呢 延伸出去 金延伸出去之後 在這個結的地方 它就會產生 就會產生不定牙 長出一個新的牙 那這個牙 基本上 下面這地方 碰到土壤之後呢 就開始長根 這是才剛開始出現 這地方 應該做幾條而已 所以 碰到土壤 就會促進它發根 那如果 將來這個地方 不管斷不斷 反正這裡已經有 獨立完成養恨 吸收和什麼能力了 所以 跟原來的那個母豬 母體那邊 就沒有什麼相關性 斷掉也無所謂 所以 如果搬這草莓的話 基本上可以用這個方法 冬天 好 美肌來了 可以現在種 12月底 也許可以收成 好 然後接下來 這個是 囚巾 你看 有沒有看到結 很清楚吧 這上面的紋路就是 你看 那這個結夠清楚吧 蓮藕 有沒有 這個瘦下來的地方 就是結所在的位置 所以 你看到那種 長葉子開花 那個 那個餅長出去的地方 一定在這裡 因為 地上部 金 只有從結 才能夠長出 附屬的東西 結尖之間 長不出 像葉子 側芽 開花 都不行 那 這個是那個 仙人長 仙人長 仙人長的植物 那 看不看得到結 你看到結 雖然是基因的重要特徵 但卻不是所有植物的結 都很清楚 所以有一些植物的結 你只能用煙倒過來 因為 那個地方 有長了一些附屬構造 所以 那個位置一定是結 所以 仙人長長刺的地方 就是結所在的位置 你看 竹子有沒有結 有 那 大王椰子 我是透過葉子脫落的痕跡 那個地方有葉痕 對不對 來反推那個地方是結 所以 記得 金、根、差異性 基本上 用結 來看 搞不好 我們可以考慮 考試再考慮 這樣做 現在來看 金還是根 有機會的話 好 所以 接下來 最後一個部位了 根、金、葉 營養器官裡面 最後一個 葉子的話 一般來說 要求就是 面積大一點 那 面積大 主要是因為 這個地方是植物接收光的 主要木位 你看 但面積大之後呢 為了要讓大部分的細胞 都能夠接觸得到光 所以葉子後 通常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因為下面的細胞 不見得有 因為光穿透之後 比較下層的細胞 它可能光照量是不足 所以為什麼葉子大部分都不會很厚 原因在這裡 好 那我們要去看到一片葉子的時候 起碼有兩個直接 就可以看得到的特徵 第一個 佔有面積最大的這個部分 是葉片 葉片固定在金上面這一段 叫做葉餅 你看 如果是單子葉 我有提醒你 單子葉 常常看不到葉餅 單子葉會用一個構造來取代 葉餅 就是葉 大王葉子那個有沒有 扁扁的捲起來 包著金的那段 葉 翹 單子葉很常出現 芒草也會 很常出現葉翹這個構造 好 所以 如果你以為 一片完整的葉片 就只有葉片加葉餅的話 那就麻煩了 接下來有一個 很容易被忽略的特徵 植入在葉餅的靠近金這個地方 它其實還有一些附屬構造 我們把它稱為叫拖葉 那為什麼你通常不會留意到拖葉的存在 是一 它本來就很小 二 很多植入的葉子在發育成熟的過程 那個葉片都還沒有夠大 拖葉就脫落了 所以 就不太容易察覺到它 可是 這兩個 就是拖葉 通常是在葉餅的兩側 這個部位 仍然算是葉子的組成的一部分 所以一片完整的葉片 是包括了 葉片 葉餅 加拖葉 三個部分 到期才算完整 那只是 有些植入的拖葉會留很久 到整個葉片 長到足夠大的時候 它還在 有些葉子像榕樹就很明顯 那個葉子才開始長 沒多久之後 拖葉就脫落了 所以自然而來 沒有發現到它的存在 那它的功能 目前合理的推測 很有可能 會是跟那個 保護有關 就是在葉片剛發育的早期 但不是很明顯的事 好 所以 這個是有關葉子的組成的部分 記得 總共有三個部位 葉片、葉餅 再加拖葉 好 果面的這個部分的話 等一下 好 把你們國中會的先拿來看一下 然後接下來 葉子的輪廓的部分 有一個比較 三個層次的變化 第一個單葉跟副葉 輪廓完整的叫單葉 輪廓不完整的叫做裂葉或副葉 好 就是如果現在這個邊緣的線條 大致上是比較順順的 這個叫做單葉或全圓葉 然後呢 當它的邊緣開始有一些比較深的 這個裂痕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稱為叫裂葉 好 這是蜂香的 那這個不知道是哪一個的 可能是某一種頭數 好 那這個是那個八卦山有一個植物 叫做碧瑪 你在八卦山看到這個植物的葉子 大概這麼大 現在在漲果池的時候 你可以採回來 我再教你如何運用 好 然後接下來 那萬一裂到很深呢 裂到很深就叫腐 所以大家看前面的葉 有沒有 它為了某一種原因 讓葉子的邊緣呢 這是深陷進來 你看 但大致上 這個面積範圍還算完整 對不對 這個更完整 你看 好 那如果一直在葉進來的話呢 就會碰到主葉脈 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複葉 但複葉又有兩個基本的造型 像左邊這個叫羽狀複葉 因為形式上很像羽毛 所以叫羽狀複葉 那像這種 不管你是三片 還是更多片 都沒有關係 它是從 有一個起點 大家一起長出去的 所以叫做 長狀複葉 所以複葉 再分兩個基本型 羽狀複葉跟長狀複葉 所以我們上次介紹的那個 鳳凰木 基本上就是屬於羽狀複葉 你看 然後 那個停車場那個地方 有那個馬拉巴蒂 知道嗎 馬拉巴蒂就是屬於長狀複葉 或兒長財也是 好 那我那時候提到 這個東西 比如說像這個太明顯了 為什麼我們不能把這個地方當葉片 那這裡就可以解釋為是葉餅 為什麼不行 所以得要把這幾個小片的組合起來 然後這裡叫做葉餅 然後這裡是一個完整葉片上的一片一片的小葉 所以小葉不是一片完整的葉片 我們為什麼不能做這樣解讀 我們為什麼不能做這樣解讀 這裡叫葉片 這裡叫葉餅 搞定 所以有一個枝條上面 現在有很多片葉片 為什麼不能做這樣的解釋 剛剛講金的時候有提到一個 如果 這是葉片 這是葉餅 那麼葉餅著生的地方 是不是就是金 對不對 所以如果這個地方確定是金 它就應該有結 所以這個點就必須解釋為是結 那結的部分是不是應該可以繼續再長出 比如說我長出一個側芽 發展出側枝條 但 從它一開始這些小葉存在之後 這裡通通 之後不會有後續的發展 羽狀附葉也是 我可以把它解釋為 這是葉片 它有非常短的葉餅 對不對 如果你這樣解釋的話 那表示這一根就必須解釋為金 而它每一片小葉長的地方 這就是結 對不對 但我們從來不會在這地方 找到任何牙的痕跡 聽懂嗎 好 這是一個經驗判斷上的一個方式 所以這一片不會是一個完整的葉子 你要向前延伸 這裡才是真正的葉點 好 接下來 那另外一個 這個從國小就開始背過了 應該是什麼 印象中 因為我兒子最近在背這個 好 好 那你 你只看葉子的話 一片葉子 然後會不會牽回去了 那所以葉片 如果它的輪廓可以長得漂漂亮亮 幹嘛還要長一些 變形 那時候在解釋鳳凰木的時候 應該有提到一個 有時候有一件事情 應該可以作為解釋的因素 就是風 你可以盡量增加葉面積 對不對 面積增加有利於增加對光的吸收能力 但同時也引來了一個 可能的隱憂 萬一風太強 你這時候葉片容易受損 或枝條容易受損 對不對 所以在折動之下 也許我留下一些缺口 讓風容易穿透 對不對 讓我保有大約的 這個放過比較廣的面積 這是一個不錯的做法 對啊 可是這是真的一片葉子上面 岩化可以走的方向 所以不同的植物在岩化上 可能當初它原來的環境 使得它岩化做這樣的選擇是適能的 可是當你擴大到整個植物體的時候 接下來我們看 葉子濁生的枝條 你如果希望這顆植物 對於光的吸收能力很好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要想辦法讓葉子挫開 所以這時候呢 植物在岩化上 跟走出的不同的選擇 有些植物是這樣子 它在每一個結 只長一片葉子 上下相邻的兩個結 之間的葉子長的方向一定不同 這種分配方式 我們就把它叫護生 所以護生是 每一個結只長一片葉子 就是護生 因為通常兩個結之間的葉片 一定在往不同的發展方向 不一定是180度 我弄個70度也可以 因為它有那個開展的問題 那有一些植物它是做這樣的選擇 就是我現在呢 在一個結上面 直接就長兩片葉子 這樣的話 我兩個結是總共四片葉子的 這樣也可以增加那個面積 對不對 可是接下來的問題是 我上面這結的兩片葉子 跟下面這個結的兩片葉子 可能會重疊 就怎麼辦呢 你去看伏木 伏木就非常有技巧 那上面那個結 如果這兩片葉子是這個方向 等一下下面那個結 那兩片葉子就轉成這個方向 對不對 這樣還是有處理的辦法 那重要的是 如果你現在一個結 長出兩片葉子的話 這就形成對生的分配形式 所以一個結長一片葉子是互生 長兩片葉子就是對生 那有沒有三片以上的可能性 有 有 你去看那個 那個重量氾濫的黑板樹 那輪生的形式 學校裡面好像沒有幾個例子是輪生 你可以有機會找找看 一個結上面長三片葉子 那個叫輪生 三片以上通通都算 所以這個叫葉序 葉子在枝條上安排的 這個排列組合的問題 空間的安排問題 叫葉序 那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你要看看合不合理 事實上 你最終還要回歸到 那這棵樹 或者這棵植物體 怎麼長 比如說鳳凰木 所有的枝條 全部集中在表面 樹冠層 對不對 那你看浮木 浮木有沒有明顯的樹冠層 浮木整棵就像一個綠色的樹體在上 所以合不合理 你還要回歸到這棵樹 或者植物體的樹型 或者植物體的外型 才會覺得比較合理一點 所以經驗法則裡面 如果你要去認的話 這個也很明顯 進入環 就在前面那個 我們有介紹到的 好 那所以接下來葉脈的這個部分 平行脈 往中脈走得分 不破壞的情況之下 拿去透透光 看看裡面有一大堆平行線條 平行脈 對不對 如果你發現裡面呢 有很多細細的線條 繞一繞去 最後所有線都會連在一起 那這個就是往中脈的特質 因為你可能會受到那個夜型的影響 所以判斷平行脈跟往中脈 大部分應該都不會認錯 這少數留意一下像橡膠 像旅人膠這種 對不對 它是一個中脈 中脈或者是主葉脈出去之後 然後才開始形成平行脈 好 所以這是葉脈的走向 然後接下來看那個剖面 裡面的細胞的安排呢 身為一個植物體 一定要先有一個保護層 所以呢 葉子來說 它比較不能用木栓細胞 你那種 放在木本植物的最外表面 那個木栓細胞 它是死細胞 死細胞透光能力應該不好 所以葉子的表面細胞 一定都是表皮 好 所以靠除掉上下表皮 大部分的葉子 大概會選擇只用一層就好 好 少數的例子 如果萬一你有看到 它的表皮呢 有兩層三層的那種 表示這個植物 應該有特殊的理由 你看好 所以才會動到 因為這個地方很麻煩 上下表皮 一般來說 我們不需要它去形光合作用 因為它的角色叫做保護 所以我不會期待你可以去形光合作用 但一旦你的層次太多 那就會影響到 裡面那些負責型光合作用細胞接收的光照亮 所以表皮基本上通常一層 除非你有特別的理由 比如說海邊的食物 對不對 要看風 要看鹽 等等 好 所以上下表皮 接下來這裡又可以凸顯出 鹿生食物 一個很重要的特質是什麼 就是角質層 角質層 角質層其實是一種蠟 然後那時候我應該要講到 蠟其實是屬於有機物當中的脂質 而脂質的很重要的特質 就是它具有疏水性 所以你看通常那個葉片表面不沾水 有沒有 有一個連液效應 你把水滴到那個葉片上面 有時候會聚成水珠 那就是看它表面的微系架構 然後這是奈米的問題 好 所以 上下表皮這地方 利用角質層來減少水分的散失 就是在陸地上生活 一個要解決的問題 我們也需要 OK 那可是接下來 那就會造成一個困擾的 因為你光合作用的時候呢 總共需要兩個很重要的固執 一個是水分 另外一個是二氧化碳 水分靠誰解決 水分就靠會在葉子上面的葉脈 葉脈就是圍管樹 所以葉脈可以幫你 從根吸收水分之後 幫你把水分帶到這個部位來 那二氧化碳呢 二氧化碳 葉子必須自己解決 你現在呢 有了表皮 這種保護細胞 然後表面呢 又有角質層 它不止不透水 還很難透氣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 葉子只好自己解決 找一個空隙 所以它就利用 特殊的表皮細胞 叫做保衛細胞 一對 利用這對細胞 控制兩個細胞之間的 那個接觸面 可以撐大 或變小 那撐大的時候 它就可以對外面透透氣 這時候空氣就有機會擴散進來 尤其是二氧化碳 這時候它就拿到二氧化碳了 光合作用的時候呢 產生的氧 也可以順便出去 你看 但一不小心水一定也會出去 所以角質層 雖然可以防止水分散失 但是氣孔的存在 卻變成是植物水分散失的主要管道 你看 所以植物很尷尬喔 它在白天的時候 要行光合作用 它應該要把氣孔打開 然後才可以拿到二氧化碳 結果氣孔打開的時候 水分就跟著跑出去 所以兩難 好 所以回到其他的這個安排的部分 那你還是要有能夠行光合作用的細胞 對不對 所以上下表皮之間 大致上佔有空間最大的 就是 薄碧細胞所形成的葉肉 所以葉肉也是不寫的薄碧細胞 好 那為了要做空間的有效安排 光大致上從上面下來 對不對 所以光照下來的時候 我可以安排第一層的細胞 排得比較密 多接收一些光 二氧化碳呢 基本上從氣孔進來之後 靠近氣孔附近的細胞呢 我要排列有點鬆 因為二氧化碳是氣體 它比較佔空間 所以你不能把這地方的細胞排得太密 你看 這時候會影響到你拿到二氧化碳的量 所以這時候就形成不規則狀的海綿細胞 那上面那些排列相對比較規則的 就稱為叫炸狀細胞 這是一個比較常見的安排方法 所以上層通常是炸狀 下層通常是海綿 原因是很多食物偏向於把細胞放在下表皮 要不要猜一下 為什麼 既然要透氣 上下表皮都放 而且放得多 上下一起透氣不是很好嗎 因為有個問題 剛才講的 你一打開 雖然你可以拿到二氧化碳 同一個時間 葉肉當中的水分也會大量散死 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折中一下 這過於不及都不好 陽光曝曬的時候 上表皮的溫度通常會比下表皮還要來的高 所以如果你把氣孔放在上表皮 因為陽光曝曬溫度相對比較高 增散速率會比較快 這對植物來講 水分的損失是由比較可怕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所以放下表皮比較安全 可以你講嗎 好 保衛細胞很特別 保衛細胞其實是一個特殊的表皮細胞 然後你看它特別塗綠色 表示什麼 它是所有表皮細胞當中 唯一具有葉綠體的 所以原則上 表皮細胞 我們是不期待 它需要去進行光合作用 你只要把保護工作做好就好 但保衛細胞 它對於養分有自己的需求 特殊需求 所以這個地方 它需要行光合作用 對於氣孔 普遍來說 相對乾燥環境 像我們這個地方 相對乾燥環境 空氣濕度相對比較低的 一般來說 偏向於把氣孔放下表皮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有一個植物 它上下表皮都可以放 表示什麼 如果它氣孔可以上下表皮都分散的話 比例不用到1比1 大致上都有的話 那表示它的上表皮 好像也沒有很乾熱 對不對 比如說什麼 如果你走到森林 森頭的森林的下 那個走步道 對不對 像那種一般茂密的森林 下整個這些地背草本層 反正陽光通常不會直射 那我放上表皮 好像也沒有什麼很大的危險 還好嗎 所以最奇怪的是什麼 氣孔只放上表皮 沒放下表皮 因為下表皮沒得放 因為下表皮泡水了 所以這時候呢 就只能放上表皮 這是有到底在的 最後一問題就好了 尾管束 一定要有木質部 對於金來講 木質部在內 任皮部在外 一個方向搞定 所以 這裡 這裡有一個金 金的橫切在這裡 在 在我的位置的右邊 這邊有一個尾管束 黃色代表木質部 紅色代表 任皮部 對不對 好 木質部在內 任皮部在外 那 金的尾管束一定要連到葉子去 對不對 因為他們要做水分跟養分的交流 好 所以你現在等到金的尾管束 延伸出去之後 金是內外 到的葉子是水平方向 所以呢 木質部任皮部的重新方向的安排是這樣子 你這樣轉出去之後 所以到的葉子 葉脈當中的木質部是偏上方 任皮部偏下方 這樣 需不需要尾管束形成長 沒意義了 對不對 葉子不需要厚度 好 下午加油 好 第二 把 好 半端 vo 五 coal 洋洋 秋 六